说到指纹服务的一些朋友可能并不太熟悉 一般现在在咱们新西兰提供指纹服务都是要到警察局 从10月31号开始 新西兰邮政局在部分的一些营业榜点也将提供这一服务 来看这方面的消息 新西兰邮政局从10月31日开始将在奥克兰地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验 这个实验将对就业 移民和其他目的的服务提供指纹 以前指纹服务只提供给新西兰警方 新西兰警察局国家经理 法务服务督察约翰·沃克说 目前全国警察每年花在提供此项服务的时间为10500个小时 虽然目前的服务费时完全依靠手工 但新西兰邮政局将提供一个清洁更快的电子补货和复制指纹系统 沃克说 目前这三个月的实验紧急线在奥克兰地区 参与的邮政网点包括奥克兰市中心的Wirelessly Street North Harbor和Mannuka 从10月31日在奥克兰警方将不会提供指纹服务 申请者需要到以上提到的新西兰邮政局任何一个营业网点 而不是警察局得到指纹认别服务 这项服务将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奥克兰以外的区域 有关指纹服务仍将像往常一样去警察局 新的指纹服务将等待进一步的通知 新的指纹服务将会认为